没来普及的时候,听好些曾经来过的朋友一直续到在嘴边的一个地名啊,就是巴东 那时候我认为普及的巴东啊,就像我们南京的新街口那样,是个商业中心 半年前,一来普及的时候需要订个中转酒店,我特地呢,选在了巴东 可是在巴东住了十天,一到晚上,路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所以,当时对这个图有虚名的中心地带,非常失望 最近的两个月,我忙着养家糊口,每天呢,都累成狗 视频的更新,也逐渐解慢了速度 今天,闲来无事,坐在沙发上,刷手机的时候,忽然看见了条新闻 大致意思呢,就是巴东的酒吧商户,集体违反了泰国政府的行政命令 公开出售酒精饮料开始自救,并且以此行为呢,表达心中的不满 当即呢,我就决定,去趟巴东看看 我是大脑袋,勇敢地走一走,去看看 不一样的世界 我跟你们说啊,为了这个搞明白晚上巴东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我冒着被老婆揍的风险啊,偷偷摸摸的 今天晚上,带大家一起到巴东来看看啊 我面前呢,这个巷子呢,是巴东海滩最南头的一条巷子 呃,这个巷口呢,有一排这个露天的酒吧 呃,刚才呢,我在边上走了一圈 我靠这家家的生意都是爆满的啊 我看都是一养老头,然后完了以后搂一泰国姑娘 生意我看反正应该都是做起来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之前是什么样啊 我看最靠南边的这条街呢,以前呢,应该也不算太红火 我在家的时候呢,每次呢,一提到我要去普吉岛 身边去过普吉岛的朋友都跟我说,说巴东啊,是一个市中心 可是我们真正到了普吉岛来之后呢,其实我们发现 好像巴东也不能说算是市中心吧 因为你看我们到普吉岛这么长时间 实际上呢,这个巴东跟我们这个生活啊 它也是不是太有关系的 所以呢,我通过这个跟身边的朋友 还有这个泰国的朋友一起聊天 我知道了,这个巴东呢,它不是普吉岛的一个行政中心啊 或者经济中心 它是这的一个热门旅游景点 而这个地方呢,很大一部分程度的这个地方经济啊 它是来源于这个旅游业的 而这旅游区的占比呢,就非常的重要了 所以呢,很多这个游客身份来到这个普吉的朋友呢 应该他会认为这个,哦,巴东就是最热闹的地方 就是市中心 可是呢,他以我一个生活的角度来说呢 巴东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旅游区吧 所以呢,我平时来的也比较少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再到前面,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巴东的沙滩边了 说实话,这是我来普吉岛这么久啊 第一次呢,来到这个巴东海滩边走一走 那为什么我平时不来这呢 因为说实话,这里的沙子我觉得不是很细 而且好像海水也不是特别的漂亮 不过之前呢,我在晚上在巴东隔离的时候呢 这一个整条街的商铺呢 它都是关门的,没有停止营运的状态的 今天我过来呢,发现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呢,整条街的这个沿街的主要店铺啊 其实都打开门营业了 而且我看非常热闹,好像家家的声音还都不错呢 沿着海滨一街,一直向前走 沿街商铺林立,游人如智 已然不是半年前那般死气沉沉了 色情服务这东西在泰国一直都是半公开化的存在 这个巴东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当地的红灯区 每当业务降临的时候就会热闹非凡 据说伴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 这个往日光芒四射的巴东海滩 逐渐失去了灰光 我抵达泰国的时候 看见的就是死去的巴东 而今天我将会带着大家看看 巴东正在死灰复燃 你们看一开始我确实不明白我这些朋友 为什么说巴东海滩是普及最好玩的地方 你看我今天一过来果然感觉不一样 因为平时你白天看巴东海滩的沙子 海水都不是太漂亮 不过到了晚上被灯红酒绿街景的 市景的气息一带动 沙滩椰子树配着酒吧比基尼热舞 哇这么多这个来自全世界来着找乐子的朋友们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海滩这么具有魅力 我第一次来到巴东的时候呢 这整条街一个一家都没开门呢 哪有这么热闹啊 这条临着沙滩我生活就是沙滩啊 这条临着沙滩这条街呢 差不多开门呢有30%到40%的店铺 所以呢可想而知啊 当年这个地方哇那是多热闹 多红火的一个地方呀 别多说了还差最后一站 前面这个酒吧街还没到呢 走咱们接着往前去 去看看当年最热闹的酒吧街 现在是什么样子啊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晚上开着门的酒吧街啊 我现在呢正前方呢就是这个巴东海滩 身后呢大家也能看到这个云光灯了啊 走这条路呢走进去就是 这是传说当年最热闹的酒吧街 我也不知道现在热不热闹 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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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接着那大街 咱们接着了 咱们接着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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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资本主义的腐朽全让我今天晚上看了个遍 据说在泰国的这种阿勾勾酒吧里 敲响屋顶上的铃铛或者锣就要请在座所有人一人一杯鸡尾酒 全世界给憋坏了两年了 据说沙盒计划之后因为资本家们的垄断 让小微企业能生存困难 出于无奈发动所有的商户在商会的带领下 集体抗拒了政府的禁令 开始恢复出售酒精饮料的业务 由我今天晚上亲眼看到的来看 泰国政府应该是默许了 我当然希望这些商家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但同时我也会有一点点的担忧 希望大家不要对抗击疫情的政策带有敌对眼光 因为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比什么都重要 天色渐渐拉上黑幕 我也越走越深 我能做的就是戴好我的口罩 拿完我手中的相机 据说有样东西对于善于自学的人来说是天堂 而对于没有自制力的人来说是地狱 对了 我说的那个就是互联网 先休息一下 这里 晚安 这个是 这里是 30 30 对吗 不顶大 对 是 准备了 好困难 今天都给完了呀 在哪呀 呃 帮拉了 帮拉 再帮拉了 没露门干 没露门干 还不露门 怕痛 怕比哈痛 今天怎么不露门呢 有 好困难 酒吧街一千转悠我 我发现没有一家店 我能进去消费的 我要进去买杯酒 进去坐坐 我要录个相回去 给我老婆知道了 那还不得把我皮给扒了呀 得算了 到街口呢 这卖可乐的 买杯可乐三十猪 喝一下 顺手呢 也能证明我的清白啊 各位好朋友 呃 万一后面回去 我为了拍这期片子 我老婆撕我 你们一定要帮忙啊 哈喽 各位好朋友啊 现在时间呢是晚上的十点钟 呃 我现在呢还在巴东的海滩边上 这呢依然非常热闹 来大家看我身后啊 这一条小夜市 我看有卖烤鸡腿的 烧烤串呢 呃 生意都还不错 自从沙河计划开了之后啊 能看到确实每天呢 有很多外国人呢 可以进入到这个普吉岛来 这样呢 我看也是给当地的经济呢 来了一次雪踪送炭了 这的经济情况呢 跟我们家呢 不一样 呃 如果呢 这个旅游业服务行业呢 呃 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呢 我想呢 他这样的社会呢 都是都会随时而不稳定的 所以像我们老家那种 民定力的这个防疫方式呢 我看啊 确实呢 也不适合这个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